Hello 欢迎回来我的A唇系列 温和的A唇产品是每个想要尝试A唇的朋友最先应该拥有的 相比高浓度的产品低浓度的更好耐受 不太容易出现发红刺激的现象 脱皮也会比较少 不太影响日常的上妆 长时间坚持使用也会有非常不错的抗老效果 今天就用我非常喜欢的CeraVe作为一个对照 再给大家总结几款常见的低浓度A唇产品 在上一期对比视频里面出现过的产品今天就不再赘述 对任何一个产品感兴趣都可以回到我之前出的更详细的视频 CeraVe采用了包裹技术 增强A唇的稳定性以及它的吸收 每天使用的情况下也只有非常轻微的脱皮 完全没有出现过发红刺激的现象 成分总共有37种 最大的特点是添加了烟纤 动肿神经纤以及胆固醇等修复皮肤屏障的成分 含有硅和酒精不含香精 膏体是淡黄色且流动性大 虽然含硅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假滑感 保湿力适中 MVe技术的加持可以延长保湿的时间 油皮在夏天使用完全不用叠加任何的保湿产品 真空压泵最大限度的保证了A唇不被氧化 价格是30毫升20刀 满分如果是5分我给它4分 路德清 一款主打抗皱的低浓度产品 A唇的含量在0.25%左右 复合了透明脂酸和葡萄糖复合物 来增强A唇的稳定性以及促进它的吸收 并且达到一种缓释的作用 不含酒精含硅 有分无香精和有香精的版本 更推荐前者 膏体是淡淡的黄色 感觉看起来会比较厚重 但是敷感非常的好 油皮使用也不会闷豆 但是保湿的持久性不如CeraVe 干皮的朋友可以再叠加一个保湿产品 抗皱效果有临床时间的验证 值得信赖 价格是50毫升32刀 我给它3.8分 Olay的A唇精华 它是Olay加A唇类成分 添加含量最高的一款 一共是20种成分 添加了不超过0.5%的A唇和A纸 烟纤案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相比CeraVe和路德卿 还添加了多泰类的成分辅助抗老 不含香精酒精 但是硅的含量比较高 使用的防腐剂 有一点争议 存在健康风险 其中添加的二耳化胎和云母 可以增添视觉美感 但是并没有护肤的作用 而且还遮掩了A唇 原本应该有的淡黄色 所以这款膏体 是呈现出乳白色 带点微微的光泽感 流动性很大 上脸以后 假滑感比较明显 但同时也会比较水润 吸收以后并不会感觉粘腻 包装略解漏 价格是40毫升35刀 我只给它三分 The Inkey List 价格是今天所有里面最低的一个 一共含有31种成分 A唇是采用了复合物的形式 来增强它的稳定和吸收 换算以后相当于0.05%的唇A唇 还添加了一种比较新的A纸成分 换算以后也是0.05% 浓度整体也是比较低的 不含酒精香精含硅 栽醇类的成分可以修复 比如屏障 少量多胎类成分辅助抗老 膏体是这种淡淡的黄色 很稀薄 流动性很大 吸收以后不会粘腻 保湿力适中 其中的绞沙烂成分 对于豆鸡可能有一点点的负担 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含有不少好成分的情况下 价格却只要10.99刀 性价比之王 我给它3.5分 斯加维亭C加A精华 最大的特点是集结了 当下最火的三种成分 ABC 不仅有A纯 还添加了高浓度的维C衍生物 还有他们家的专利成分 NIA114的加持 前者是可以辅助抗氧化 也可以增强A纯的稳定性 后者跟烟纤烟具有类似的功能 已经被正式可以改善皮肤屏障 一共是48种成分 是惊天之最 添加了多种植物提取物 辅助抗氧化 细菌发酵液 可以改善角质代谢 也可以促进有效成分的吸收 跟偶类一样 都添加了二氧化碳和云末 除此之外 还添加了氧化铁 常用于润色防晒 可以增强防蓝光的能力 在这个精华里 只是用于着色 想要营造出一种 有效成分很多的感觉 香味成分至少添加了五种 造成皮肤敏感 和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较高 不含硅和酒精 它的质地是橘黄色的精华状 很稀薄 上脸以后会感觉有一点黏 最大的问题 就是味道太浓 十分不喜欢 价格是30毫升72刀 也是今天最贵的一个 5分我只给它2点5分 雅样的A犬精华 最大的特点 是采用了A犬这种成分 相比A犬 会更容易转化成A酸来发挥作用 并且具备一些转化钳的功能 在一些动物试验中发现 同样浓度的A犬 可能比A酸具有更好的美白效果 而且比A犬和A酸 可以更好地抑制皮肤有害菌群 作为非楚方 氏黄醇类成分 它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一共含有26种成分 硅的含量是比较靠前的 0.1%的A犬 大概相当于中低浓度的A纯产品 维C维E以及植物性成分 可以辅助抗老化 两种钛类成分的添加 可以辅助抗老 不含香精酒精 但是含有二化碳和云木 这两种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的成分 另外还添加了两种色素 跟私家围艇里边的氧化铁作用是一样的 都是想营造出一种 有效成分比较多的感觉 质地是淡橘黄色的乳液质地 上联以后虽然有硅带来的甲滑感 但是整体调的还是比较均衡的 包装是这种真空式压泵包装 简洁实用 价格30毫升70刀 我给它3.5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希望今天的视频 对于挑选产品的你有一点帮助 有任何想看的产品测试 都欢迎留言给我 我都会记在我的小本上 那今天就先这样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